我沒有 我沒有 張豐 我們已經離婚了 就算周浩做出什麼出格的事情 也輪不到你這個待人來這是壞的 哎呀 這個家裡需要男主人 他這個車保姆 他這個車保姆 今天敢被下人動手動腳 圖謀不軌 如果下次 把這個主意打到你身上 不是這樣的白姐 真不是這樣的 是是平靖 你被說他拉鍊開了 讓我保證我猜 白姐 你要我做主啊 這個周浩人面書星 平時就做些動靈夢狗的壞事 平靈控制 為我的情欲 周浩 他是冰冰把你帶回來 看你可憐 留你在我家當保姆 你就是這麼報答白家的 白姐 不可以發誓 我真沒有做對不起你 對不起白家的事 乾淨滾蛋 你說你一個男的 這你人家裡當男寶 用了你現眼的玩意兒 老婆 我回來 你又人在家 對不起 對不起 你相信我 我真沒有做對不起白家 對不起你的事 還不可以 還不可以 四八五壞我好事 壞我不能幫我 這是 毒性 你 你怎麼知道 你胡說八道 江峰 你今天演這首是這個母臉 不是 你信一個臭保護 都不信我 要不是老子竟然能賭債 我在這看著你臉色 原來你還竟然賭債 你 你 怎麼知道 怎麼知道 難道他看過我的銀行賬單 你快看看 真是狗改不了 是不是 別管管 老婆 你聽我解釋 白家不管你 你走走 等等 我剛剛 聽見張峰的心聲 難道我會毒心 怎麼沒用啊 他在這幹嘛 趕緊幹活 知道了吧 見鬼了 難道我只能聽見那個唯索堂的先生 天聖大人 他執行 你偏用一身絲 怎麼會 怎麼會 南風大人 天聖珠和天聖大人的命格息息相關 會不會是 三年前天聖大人遭奸人損壞 是 天聖大人 追趕往黑海店的患者 靈神似有膩 是 你怎麼樣 醒醒了 來救人呢 醒醒啊 天聖大人 天聖大人 那個人的身影 怎麼這麼熟悉啊 唉 算了 還是也不知道 你怎麼這麼 trucs都嗎 你怎麼說 老婆 你怎麼沒我 你才想壞了 你怎麼來 我們都離婚了 你真以為我喜歡你這個老女人啊 這屍裡爬外的東西我 這屍裡爬外的東西我 我實話告訴你 我倆早就搞到一塊兒了 我倆早就搞到一塊兒了 謝謝你買個床墊上老風哥 呦生氣了啊哈哈 要不是你有錢 我能扔你這麼多年 我聽說你們白癡集團快破場了 這就是不 他輪不到你這個人渣來說呦 南寶布也帶過來了 咱倆這一人一個算扯平了啊哈哈 只是沒想到呀 你竟然能看上 這種吃軟飯的廢物 我說什麼 我就說當時怎麼把我趕出家 也要保住這個廢物 原來你倆早就搞一塊兒了啊 我警告你別再給我走 這可是冰家王家的賤寶會 而為什麼家政大賽 哼再給南寶武來 丟人啊 你既然清楚這是王家舉辦的 你就應該知道在這兒有事 王家不會放 這賢侄女真的是靈牙俐齒啊 那咱們就看賤寶會 誰鬧笑話了 你 笑話 這種人渣不配仰的生氣 昨天的生是我送白姐 白姐 你和白小姐救下我還受理我 我肯定不會做出對付心意的事 好了 面貌大會馬上開始了 我們先過去吧 冰冰 你來了 楊少爺 我聽說你們白氏集團最近出現了一些問題 是有些棘手 不過我已經和天正集團取得聯繫了 只要孫先生願意和我們合作 危機就能迎刃而解 其實啊 還有一個更簡單的辦法 是什麼 請自重 我知道 你們白氏集團資金出現漏洞 只要你願意嫁給我 五個億十個億 你開口 我送 楊博 你的好意我心裡 只是我的感情 不是交易的物品 楊博 楊博 除非你現在和我說 你已經和別人在一起了 我會放棄 好 我就是要他 你身邊合作集團的公司 我都已經 誰啊 真唯一 楊博 只有我 才能解救你們白氏集團的危機 也只有我 才能做你的照片 那 那 這就是我男朋友 發生什麼 雖然他只是我小姑家一個男保母 但他細心溫柔 我們已經好位置著了 沒有沒有 你選擇一個男保母 都不選擇我 當年周浩命拳一現 是我救的他 這就是緣分 啊 既然你這麼不是彈性 是 感謝各位 擺盲之中來參加我和王家的見訪會 今天的寶物展出後 各位可以出價 價高整個 希望各位可以選到心愛的名家 沒猜錯 你是想拍下這幅丘焰圖 送給首部孫天正嗎 你怎麼 你想用這種方式 來獲取天正集團的訂單 來救你的白氏集團 是 這幅丘焰圖 我也看上 我倒要看看 這幅丘焰圖 你拿什麼 好想家都 開心 今天我和王家辦這個戰會 一是為了廣結善緣 讓各位買到喜歡的寶物 二是找到真正慧眼如巨之人 我王家厭語出千金為仇 聘他為我王家所有 天金 王家這是出手闊綽啊 仇金倒是小事 關鍵是 看上王家這棵大樹 就在冰江啊 這不是要翁得風 要雨得雨了 這件物品為清朝的黃石銅塊 作為健保會的開場物品 拋磚掩孕之人 這黃石銅塊 倒也不算稀有 雖出自清朝 但皇家自古只看黃金 銅塊自然也就不值什麼錢了 王凡 我們今天帶頭各位過來 給我想拿點好東西 你拿個不入流的銅塊 是瞧不起我們帶頭各位 楊少 好東西當然是一點一點麻煩 這個物品雖然不如黃金貴重 但是形狀規則分量也多 也是難得一見的家庭 難道他發現了其中的奧秘 不過在冰江倒是沒聽過這號 讓我普通的做舊手法居然沒人能看得出嗎 這銅塊下藏的可是十打十的足跡 這聲音難道我又能讀新了 黃銅十塊起發價兩萬 各位可以出價了 兩萬塊買個銅塊 實在不划算呢 白小姐你白小姐 你白小姐 嗯 這不快 很早見過 你的意思是 你還都不認得 你算了什麼東西 你看得懂嗎 敢在這口出不信 你看得懂嗎 敢在這口出狂言 你看得懂嗎 敢在這口出狂言 還不是讓你多畫 笑死個人了 一個天天在家掃地刷馬桶的男保姆 居然學人家健保師在這指點江山 說好 別騙了 我們白家沒有賤錢陪你玩這無謠的把戲 白小姐這個銅塊是處理過的 表層下面 可是金子 我發現啊 你這個臭保姆真有意思 你說這個銅塊能開出金子 那你就是說我們在座都是傻子了 別說了 他居然能看出這裡面的名堂 可是他不過是個小伯母啊 難道是湊群嗎 白小姐 你相信我 你買下這個銅塊 我會吃虧的 別別這個貨是你帶來的嗎 隨便編兩句屁話 就在這裝什麼大家 沒想到 你居然喜歡這種男人 這個銅塊我白氏買了 不管周浩是不是健保師 他的話我就願意買單 這話都信 既然你們說這個銅塊能開出金 如果開出金 當著大家的面 把這個事情充電進去 恭喜白家拍下這本黃金子 本來就沒有錢買秋煙圖了 現在還平白我過花了幾萬 買那個沒用的痛快 請問 可以給我一小瓶硝酸嗎 還想要瓶硝酸 我看你直接拿瓶硝酸 自行解決算了 省得本少啊收拾你 還得髒手 硝酸我給你做 怎麼會這樣 難道我的毒心術失靈了 這銅啊 它永遠都是銅 永遠都不能變成金子 就像你窮逼就是窮 以為讓白冰冰包養 就能改變自己下賤的命 我怎麼會信一個男保姆呢 哎 看不是金子是金子 這怎麼可能 楊少爺 這怎麼可能 楊少爺 是想穿金嗎 我呸 臭王子 不過是運氣好而已 再也 就算這個金子 它值幾十萬 對於白氏集團的窟窿 那也是背水扯心 這是清朝順治皇帝的黃金手把劍 順治帝 那這不得值得 那這不得值得 這白冰冰只花了兩萬就買到了 換大法了 難道他真的懂健保 這位小兄弟 是貨物不是過健保 哎呀 這我哪搞啊 就是不小心聽到你的心聲了 沒有 我就是之前在書上看到過 是這樣啊 果然只是運氣好罷了 我就說嘛 他一個臭貨物能懂什麼 好了 各位想買到新衣寶物的機會 還有很多 就不用在這揪集 接下來這件寶物 是本次健保會最珍貴的藏品之一 秦海老先生的邱彦圖 千萬七百 一千萬 如果把剛剛的金石劍轉手賣出 再貼補上白石集團照上的所有錢 應該更好能拿下 只要能踏到孫天正的歡心 白石集團就有救了 一千萬 我要了 Yes 為了白石集團的收金 必須不會有 一千一百萬 一千五百萬 白冰冰 你白石集團 都要破產了 做什麼跟我的鬥 難道這個小保姆 這次又能看出來 邱彦圖不對勁嗎 一副殘缺的邱彦圖 也能引來這麼多人的政策 什麼 這副邱彦圖有問題 冰冰 只要你現在給我道歉 並且一腳踹入這個死命 錢 我一分鐘 拍下這個圈 你這麼不齊 不齊 我告訴你 我有一千種方法讓你服 不要靜靜不吃 吃飯 白小姐 這幅畫 你還是不要 說什麼 要 我們的軟飯男 新登錢了 說好 怎麼花錢是我的事 輪不到你來逛 白小姐 有爽 被扶我了 你買不起這幅字畫 就說它是假的 你可真是把窩囊廢的廢物 展現了淋漓盡致 你一個臭保母 不就撿了個漏 就不知道自己幾斤幾領 啊 王上 這樣的小人 怕不適合和我們一起參加一個展會吧 就是 把健保會當次都拉低了 我跟菜市場買菜 請王上 廢物趕出去 此人恐怕真是有些本事在身 老爺特地將這球眼圖分成三組 其中一同展出 他竟一眼就說實話的問題 哦 原來這幅畫只是三分之一的真品 要是能夠聽見王管家的心聲 還真的能发現 這幅畫確實是真的 但它卻不是完整的出雁托 你買了也沒有 胡說八道 去年我爸受雁扇 收到了祈老另一種真集 瘋 與這幅完全一樣 倒是你 一個大門不出二門不賣的毛 知道祈老是誰 在這胡說八道 祈老的話下筆求盡 畫布總共可以分為三層 而這 只是其中的一層而已 能看出這幅畫的奧運真是大事 我得快快去禀告一下 夠了周浩 你有多少本事我還不知道 文憑學歷全都沒有 要不是為了任何問題 我也不會讓你去想最佳當 八小姐 你相信我 我說的都是真的 哦我知道了 你們白痴集團快破產了 這一千萬你們根本拿不出來 所以你白冰冰 你這個臭保母 你們兩個一個唱黑一個唱白臉 跟著顛倒黑白 一個破產的想裝千金小姐 一個保母想當健保大師 他們可真是頒配 敢在王家的健保會上 信不信我叫人 現在就把你趕進去 敢在王家的健保會上 胡說八道 信不信我叫人 現在就把你趕出去 你一個不懂字話之人 有什麼資格在這平頭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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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廢物 你敢說老子不懂字話 我 你敢說你相信 你敢說老子不懂字話 我給王家一個面子 誰敢 說老子不懂字話 行 老子現在去找一個懂字話來 如果你說的是假 我 現在一定要追 方大師 方大師 楊少爺 有什麼事嗎 你馬上來一趟王家的健保會 有一幅起老的字話 需要你來鑑定 正好 我本來也想一讀寶物的風采 我稍後就倒 好 方偶天大師 馬上就回來 我就不相信你這個廢物 敢不敢說方大師也不懂字話 一個臭老母的話 楊大少你何必當真呢 還麻煩人家楊大師請自考 你看 你快廢嗎 就是 一條狗亂養亂叫罢了 打死就是了 何必叫您費心呢 現在你滿意了 一會兒方大師來了怎麼收成 我們來家裡 一臉丟鏡 我都要不帶你來 惹出多少事 馬小姐 你們相信我 等方大師來了 你們就知道 你要是敢騙我 就趕緊受到行李滾蛋 看著他認真的樣子 倒不像是瞎說的 難道他在死以前是跟這樣 方大師到 誰這麼膽的 敢說其老的邱雁徒是厭秘 方大師 就是這個人 這什麼人那麼膽大 敢說其老的邱雁徒是厭秘 方大師 就是這個廢物 老子一生越化無數 我敢用我的職業生涯 這就是職業徒 方大師都發話了 這次啊這個保姆沒話說了吧 有些人還把這個滿口符為那男保姆 幫他搞 去打臉了 我從來沒有說過 這句話不是真理 這意思是 那不是完整的 真品 真品就是真品 厭品就是厭品 老夫還從來沒有聽說過 不完整真品 這說法 想來方大師應該知道 有種宣旨可聞三次 齊海老先生就是用死纸 所以 這句話 最多算真氣的三合之一 不錯 齊老之前 曾與我說過 可是 他怎麼會知道 方大師只需 判斷此宣旨的厚度 和常規的物質 和區別 並可知 我所謂非虛 這厚度 確實比尋唐宣旨要薄 可我一開始 並沒看錯 倒是被這個寂寂無名的小子 一眼識破 若是承認 我就等於打了自己的臉吧 方大師 這個廢物 在胡搖八道 是不是 我一十年 學不到我才這個廢物 只要我咬死 這就是真品 誰會相信 男保姆的話 老爺 今天會手上有個位大師 一眼就看出 那幅丘焰圖 是不完整的真品 當真 不過 不過什麼 這個人照周浩 好像是白家的一個男保姆 英雄不論出處 走 帶我去看看 哈哈哈哈 方大師 您都是說句話呀 這個人 純粹胡說八道 在家裡滴會吃老的話 方大師 可我跟他蠢的真的相信 大小姐 我 廢 我剛才就說了 如果這小子 沒胡說 沒胡說 你的意思是 方大師在吹牛咯 快快 把這個造牙的圖包子給轟出去 方大師 就這麼把他轟出去 才提醒他 這個叫什麼方老天呢 根本就是他胡說八道 這 你怎麼有問題 照顧你夠了 你現在這個人還能保證 先是污蔑王家拿殘刺餅餐斩 現在還對方大師出言不屑 我看你肺炎想找死 你肺炎了 作為晚輩 我今天就要替王老天和王老 好好的教育 他這隻不會叫的狗 是說王家 你不把王老爺子看在眼裡 你少拿王老太人來牙 我夠 就在去年的寿宴 王老 就是 就連我和王老 你對這個關係 別說這個車房 就是你來講 你給我滾出這個戰艇 我 我呢 你瘋了 我親自來的 用手 你這個孽子 我來講 你怎麼親自來了 這是一個不知死活的廢物 居然說你王老爺感受驅遠通有問題 那我直接教訓他 該死的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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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我干什麼 我這小朋友 你是不是人對著 胡说八道废物 在这儿呢 那就是你 对我眼下 当初把你这个畜生 认为我的甘孙子 敢问周小友 之前在何处高旧啊 能不能到我们王家来做剑土师 什么 王老爷子 他就是一个臭保母 怎么配做剑土师呢 你又算什么东西 我们王家什么时候 轮到你这手画脚了 王太爷 您是不是被这个废物给骗了 我猜一找来了 王大师 他能救我救命 会 这下不好受伤了 不是说话呀你 这幅名画是我亲手装置的 那两层还在保险柜里藏着 谁敢说 周小友说这幅画是胡说 我看哑巴了 我看哑巴了 不是你 公明教 王家不欢迎 吃饭 不 哎 小友啊 你考虑好了吗 我和王家可以重金品 是 有什么条件 你尽管说 我们一定满足 我哪会健保啊 就这毒心术 我都不知道下次能施展出来 是什么时候 忘了他言 我呢 对健保行业支支盛程 我觉得王家的这个健保师 我还是不能得拿 我觉得王家的这个健保师 我还是不能得拿 我就说嘛 这小子就是运气 这一眼就能看出秋燕图的奥秘 小友啊 你不要忘记背后 当然 我也不喜欢勉强 你什么时候改主意了 随时可以和王樊联系 周先生 白小姐 这幅名画 我愿意五百万元 受死 王爷 这 明白吗 名画 也要配你大价 那就 多欠王老太爷好意了 周浩 这只想不到 你还有这种本事 我问一言 那个王家以重金聘用你 你为什么不去 他要留在我们白家当帮母 我是真没骗王老太爷 我对健保 真的是一窍不走 用两万块钱 买下了价值大几百万的金子 你一眼看出了就样 你管这叫不懂 周浩 你说有什么事买弄 三年前你到底是被谁追杀 那些追杀你的人 是因为你的健保 不义吗 行了 三年前就没问出来的 现在也问不出来 这傻子失业了 什么都不记得 现在最重要的是 得到孙天生的幸福 丁丁 白家的存亡就叫你 对了小波 周浩我得借用一阵子 我怕那杨波再来骚扰我 我把他带回去 想什么呢 带回去当保护 你在哪干嘛 真是个秩序 积瑞之势 难不 一定是双手 天生大人的秩序又出现了 什么时候 就在刚刚 天生大人应该是对几个秩序 只要他施展 那还等什么 天生大人应该是对凌决心 我没有办法比接短情的秩序 确定的是 如果我可以确定的是 天生大人如今就在 冲之灵神私送 即刻出发冰江 就算是把冰江翻个地朝天 也要 天生大人 是啊 你以风求尽气势挥火 好 好话呀 你喜欢就好 无功不少路 白小姐不愧是免费吧 这幅画 什么 确实有事想求 你不说我也知道 是为了天正集团的招标 其实呀 我先年呢 跟你父亲关系不错 只可惜他 白氏集团 是先父一手创办 我一定要保全他 是个好孩子 这样吧 三天后 天正集团 就把招标演员 到时候 用力顺利完成宣件 我会考虑 万一兴心 和这份 秋雁图一变 多谢三哥 你看着好像很开心 算是吧 以后啊 就住在这里 待遇呢 我会比我小姑给你的更多艺 平时呢 你就负责打小男的卫生做个招 最壮业 你要跟我同一口劲 今天凉拨再来 调一口一口 就做了 哎 妹妹啊 哎 妹妹啊 哎 这个男保姆 好像是跟小姑家的 啊 我跟我小姑说过了 你还接来干几点 哎对了 白石集团资金短缺的情况 二叔已经解决了啊 都解决了 对不对啊 你真是越来越厉害 还是跟小姑娘 他没什么 是 听到一些给我添补的人 不会啊 我记得白小喜说过 好好夫之他很好 看什么看 你个大男人 强女人的工作 真是没用的东西 我 二叔 你怎么了 赶紧把这个招货给我干净块钱 我看这心烦啊 二叔 这后现在是我男朋友 男朋友我不讓他走的啊 是你男朋友二叔你別激動 他就是我名義上的男朋友 幫我找找桃花 翔壽爺知道這些事嗎 打的就是他這兒來的 真是蠢 自己都不好 白石集團早晚是母親的 不行我得告訴白小姐 這個班我包草獲新 任非啊二叔永遠支持你的學姐 敗小姐 我有點事兒你要跟你說一下 什麼事兒都這樣 要說 你說什麼 她要奪走百世即投資 手好够 我好心把你帶回來給你送公司 不是啊在這兒搬弄是非的 白小姐 你真沒拚 你二叔真的想奪走你的公司啊 你是他肚子裡的蝴蟲嗎 他怎麼想的你怎麼知道 我能 算了 我就算說出我能讀些 也不會有人相信吧 你能什麼 編不下去了 周浩我警告了再讓我聽了 就不是一個巴掌這麼簡單 啊 徐總是我瞎猜的 你自己小心點做沒錯吧 我父親死後 我二叔一直照顧把我當親生女 你要是再對他 就不會出來 我 看來 還是得拿不給實在的證據 才能讓他相信 哎王莫 過來給我把鞋炒看你 喂 好的好的 天正集團宴會上見 宴會 宴會上 有那個丫頭好看 我都要看看 他怎麼拿到定的 他曉得宴會上幹什麼 聽不見了 看看幹什麼 誰都不會唱嗎 難道 這個圖心術 一天只能用三次 而且只能用在同一個人身上 那我第一次看他們眼睛的時候 就會觸發這個功能 喂 明天聽著集團宴會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喂 明天聽著集團宴會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啊 明天楊過宴會在 你得跟我一起 正好 我還不知道白法國的下一步計劃 明天 可以再讀一下他的具體想法 到時候 我在跟你做話了 咱們呢 我去 對 這是天正集團的宴會 你跟臭男保姆也配嗎 那都有 平平那個臭表的三星二一讓我捨 我來找找新歡 吃醋了 你中渣了 還是不要走開店 健保會帶著 天正街道的宴會 真他媽甜蜜啊 你不說什麼 敢做不敢當啊 養個小白臉 想丟人啊 我在這個 別咋做菜了 做不敢當 難道 帶他來 在這個宴會廳是讓他到時候給你餵飯吃的嗎 他不是我帶的 一個背貌也別裝作沒事而已 你的主人都不要你了 他這個哈巴頭呀 養我爸呢 不行 萬一不小心出發了毒性 我就沒辦法知道把海骨的距離進來 快 我跟你這個廢物說話呢 怎麼 我在裝啞巴呢 張鳳你吵吧行了 要心疼了 我就專門打這種吃軟飯的廢物 聽到 怎麼 我打個廢物難把我們也要管了 怎麼跟你小姑一樣這麼愛渡管閒事呢 他現在是我男朋友 你自己的爸爸 這男保姆 是你男朋友 沒搞錯吧 這白家大小姐找了個男保姆當男朋友 真是把白家的臉丟禁了 冰冰 當著這麼多人的面這樣說 我別下個臉 走一步看一步 先應付我去再說 你一個廢物 確實有點 啊 玩玩老的玩小的 你是在白家炸窩了嗎 走手有腳的 有點什麼不好 非得當男保姆 一看就沒安好些 這個身份能讓白家小姐青睞 看來手段不一八 看來是有什麼過程技術啊 你跟我離婚之後 和這娘們 你們兩個共同伺候他一個 不想噁心 發蛋你嘴巴放乾淨的 曹鳳 你自己有心 別把別人搞得都跟你們一樣 你這個廢物也配跟我說話 張芳 你再造我白家的藥我就報警了 我真的很好奇呀 你是有多大的本事 讓這兩個娘們為你我 我也想知道 就是為了個本 居然連我娘家少奶奶都不做 選擇他 梁少爺 我們的事情 就沒必要放在檯面上 真病 只要你現在有這心 重新回到我的身邊 我可以當作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梁少爺呀 為了這麼個二手作 只在你背心呀 你誰啊 你忘了 我們呀在見 你為什麼見 我呀 是這個白冰冰的前姑父 要不是這個廢物保姆在從中做個 說不來 我們呀 就成為親戚了 你少點兒趴 你上到那兒 不是絕對嗎 人家也沒有臉的東西 少爺不正下人 你們白家的女人 都是這些見 就非要跟這個拿寶寶搞到一塊兒嗎 你在冰郊上 我 中間正在宴戶上鬧那麼難看 你以為你會跑過去 我倒是誰 原來是個臭光 天正集團的宴會 什麼時候輪到你來說話的 廢物 說話了 你這頭幹什麼 楊少爺 今天大家都是為了拿定家二人 所以沒必要拿給你 我給你說話呢 你聽不見嗎 那你放開裝 這個廢物 今天教訓定 楊少爺 歸骨呀 完蛋了 敢搶貌你 今天的機會 怎麼浪費在這個混蛋身上 楊少爺 你 臉兵 我跟楊少爺說話呢 白海 我 他终于出现了 困兆东西签证集成的宴会 也是你一个保姆能来的 快了 真的这么见了 二叔 妹妹 你为了这个男保姆 想得罪杨家吗 二叔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跟你没关系 你首先是白氏集团的总裁 白甲的大小姐 然后才是你自己 你这样做 白甲这有何地啊 你 一直纵容你 没想到 你是越来越无法翁天了 几个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这个丫头 白叔叔 你干你设置干什么呀 杨总 不要拦我 我今天 希望好好的教训这个不知天光地光的丫头 这个 原来还挺身的模式 我和杨博士一伙的 哎 叔叔 这样消消气 冰冰 是个有脾气的 我谁不会放到心去 你看看杨绍 是什么气度啊 你再看看这个保姆 他什么货色呀 我就是喜欢冰冰这个脾气 冰冰 面会结束后 你跟杨绍好好的谈谈 我们白家 可不能允许一条泪皮狗精的 杨绍爷 感情的事情 勉强不断 白冰冰 我的耐心也是有限的 你一而再再而三 开拒绝 是不是太老 还是 对我杨家的 屁了 杨绍 你别生气啊 这我们家冰冰可能是脑袋直 没拄过弯 这 一定是被这个男保姆 语歇俏了 冰冰啊 这杨家 是滨江的三大家族呀 你得好好地考虑啊 这白家大小姐还在等着吗 还不是女小姐 但凡有点脑袋 不会是少爷 也不会是少爷 麻烦我 好的很 借着 给你一秒 那就别怪我了 一会播放视频 让你深来一遍 到时候 跪下来求 视频 原来他们 是打算在白小姐宣讲的受感破坏 接下来就到了万众祖墓的时刻 究竟天智泥团的两个亿饼干 会花落谁家呢 不好 后来对白小姐下手吧 真是不考虑 关键时刻找不到人 冰冰 白氏集团能否翻身 成败就在此一举 那亲爱的各位来宾大家好 我是白氏集团的总裁白冰冰 接下来我们公司将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工作 都准备好了 都准备好了 放心吧 本来想给她个机会 可她不是台语啊 既然是这样 就别怪我 心很熟了 杨小 放心 今天往上一过 那两个亿的订单一丢 把白冰冰 好不过你的手上心的 白叔叔 恐怕过了今晚 这白氏集团 也要一准了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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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 滚掉滚掉他妈的给我滚掉 白叔叔 你不想说 行不行 杨小杨小 他妈的那个网报告辞 把我右盘里的其他文件 给忘错了 下忘错了 笨蛋看来 你是不想要你的狗命啊 这都是意外 好歹咱们成功的破坏了 白冰冰冰的演讲 对对 他肯定拿不到 最好是你说的这样 哎呀 没问题 你太让我失望了 对不起孙董 我不知道为什么屏幕会突然播放那种照片 这不是我准备的文档 你不光丢了自己的人 丢了白氏的人 还让我们天正集团 脸上污光 天正的网解 罢了罢了 不管怎么说 这个订单 我是给不了你了 还是很感谢孙董对我的支持 无论如何 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 你好自为之吧 哎小姐今天的反转怎么样 精彩不精彩 就是大屏幕上那个 怎么死是 那屏幕上的照片 是你弄的 对啊 正好 我真是疯了才会带你来宴会 我到底哪里得罪你啊 你有什么意见冲我来 你知不知道 天正集团那两个亿的底单 是我解救白十几个人 唯一的机会 你什么意思啊 在我宣讲的时候放我二叔的丑招很好玩是吗 我们哪里得罪你们 你说 三年轻 要不是我救你 你走 我不奢望你回报我 但你也不应该恩将仇报啊 小姐 我只是想拆穿你二叔的一毛 他是想把你的照片 到了 到什么时候 你还要跳过离间 小姐 求你 你相信我 要你却相信一个刚害我丢了你一定单的 我宁愿去求救我 做好我警告 别在 看见自己的心 我 你还要上去 你还要上去 我回头 我回头 我笑 我 还得我这么紧然 我以为你死我放生是这个 果然不出我所料 天正集团取消了对白兵的利益 还有点紧 我要的是他身败名裂 总统不懂吗 你想得到的是白兵兵 何必这么麻烦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这里有一道从米国尽口的好东西 只要那么一点点 保证让女人软无骨 到时候你想干嘛 她就得干嘛 嘿嘿嘿嘿 你是想让我下药 她脾气最绝 想让她心甘情愿呢 实在是太难了 倒入咱们一不做二不休 等生意煮成了福饭 还怕她不乖乖就饭了吧 好 如果这件事情你完成了 我保证你下完位子 一时有福 谢谢我一手 呦冰冰你在啊 你吓我一跳你 二叔 我是真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呀 真没想到那个周浩居然会在照标会上做这种事 哦是呀我也没想到 这个狗王母 引人吃里把味的 害得你丢了那么大的订单 二叔 真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她那些照片是哪来的 合成的 绝对是合成的 我不可能照那些东西啊 冰冰啊 二叔跟你说个事 我想请杨少在咱们家里吃个饭 你给人家白隔离道歉 请杨波 你想呀 天正集团 已经取消了订单 我们要是再得罪了杨少 别说咱们白石集团了 就是整个白家 也得去早大街了 你看 说草草草草草荣荣来得我去开门 还赶回来 快出去 走 我根本 点赚 小姐 昨天的事 是个误会 是白海国的 冰冰 你跟这个废物多的什么啊 叫我还把他护走去 必须马上变成他 可不容易再让这个死亡 回来营兽一个好事 麦小姐 我请求你 让我留下 再为你做最会做的他 等明天 我就自己到我心里 离开玩笑 若昊 你曾经在剑膀会上帮过我 我会额外支付你半年的工资 作业不差 人家 他害你丢了两个亿的大订单 你居然让他留下来 算了老鼠 他之前也帮我营养求业服 就当公共商务 你 老鼠明天早上就果然包我们的 老鼠不知年大假光临 有失原因台湾 受罪 这些年你在滨江混得不错 若不是当年得到了天圣大人的支持 老小到现在也只不过是一剑瓶 怎么能成为滨江的首富呢 我还以为孙先生贵人多忘事 已经不记得灵神司对你的帮助了 只要天圣大人下定 即便是刀身火海 我也不会中一下煤 既然如此 看见天圣大人为何不离 天圣大人 他来滨江了 你这只老狐狸是在跟我装糊涂什么 天基础显示 天圣大人气息最后一次波动就是在天正极本的包摩 你 你还想抵赖不成 南方大人明鉴 老朽真的没有见到天圣大人 老朽若是见到天圣大人 一定会像天正极本 天圣大人 老东西我问你 宴会上有没有发生什么奇异的事情 奇怪的是 哦对呢 白霞在宴会上突然爆出了金天圣 老夫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冰江白甲 最好别让我知道你有正好 否则 谁动手就会不能 看我看 你孙老 这谁啊啊 敢这样跟你说话 没大没小东西 混蛋露出 竟敢对南风大人不敬 孙老 难道说 他比你还厉害 从 灵神司的资产 以权兵将所有家族的资产加起来 还多十倍 如果你不想 嫌自己活命长的话 就把贼货闭上 好 好 好 小老 嗯 明明 你静静下手一杯酒呀 哎 干什么 老子不尽前前的过来和你吃 你找个聘的 承先补兴我是不是 你找个聘的 承先补兴我是不是 你找个聘的 你找个聘的 我 你先拿出来 来小手 你别生气 好好 别哭 赶紧倒下 倒下呀 对不起杨手 来小姐 不能废 这么多废话 你就打断你的牙 我看你 是活的不耐烦了 今天我就要你知道 是得自我童谨的心 好了 正好明天就走了 你们是个儿子 这种拖油瓶呢 你早该什么 赶紧过来 你说 你早有喝个酒 咱们又何必绕这么一大圈呢 是不是 来来来 冰冰 敬杨少爷杯酒 来杨少 让冰冰敬你杯酒 刚才那个不愉快 就这么过去了 难道 这酒有问题了呀 冰冰 到你了 这酒果然被吓药了 那范冰敬你个保姆师像的 我走了之后 他们一定会对白小姐行不轨之事 正好 我已经帮你完成了最后做顿饭的样子 你去领了工资 就离开白家吧 白小姐 让我再留一晚上吧 明天早上我就走 你个赖气狗 赖了一会儿又有 我们这又是个手工组 关 周浩 你要实在没地方去 你就去求小姑 没准 他还会继续留你当帽 我还不料他就没危险 小子 你他妈在胡说八道爷啥 你还不走 宴会的事情我已经不计较了 你还要怎么样 我赶紧过 不行 这帮你说什么 满小姐公里的事情 还不如谁再过来救我 满小姐 感謝你這些提供照顧 有些早點 為了不讓你被陽光暴露 我只能趕走你 對不起 來來來 你看 這少了一只餐餅在這嗡嗡嗡嗡的叫 這氣氛多好 是吧 楊少 來邊邊 二叔 二叔 楊少爺 家爺也吃的差不多了 有機會我心會等休息 楊少 你送冰冰回房間吧 沒有 我自己還 看你就站不穩了 楊少 把你送你帶你去 你這 這不是這麼多 哈哈 白冰冰 白氏集團 馬上就議長 你就 安心的坐陽上有情人嗎 哈哈哈哈 喂 白總 你先把舌頭鋁直的再說 白總 需要您現在來趟公司 林神寺有人找您 林神寺嗎 是不是那個富可敵國的林神寺 不快來吧 他說一小時內見不到您 以後我們也不用見到您了 馬上就動 你的車也在幹什麼 你不要叫我吧 你是不是喝多了 你是不是喝多了 啊 別提高了 你只能是我的 沒事吧 這 這個 上市 上市 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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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好 白小姐 这里已经安全了 再让安心休息了 我热 白小姐你先休息了 您就先走 找啊 是不是 哎 白小姐白小姐 还后车 哎 排差一分钟就一个小时了 您打 再见 明神死大人 我问你天正集团的招标宴上 你被爆出今天臭 谁干 没有的事啊 趁我还有耐心你就会有些 那是我们家 一个死亡梦干的 之前呢我先把他拧出白架 他就怀恨在心了 他 他那是打击暴火呀 哦 难道不是天正的 你打听他干什么呀 难道他得罪你的吗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你们白家的破事我没共识 我问你 你们白氏及红杏七里 你自己的 不知道您具体要找谁 能不能多给我一点提示 我老大 天盛大人 天盛大人 有没有他招标 我没有他招标 我好一个人的招标 招标 天盛大人从不在外人面 警察警察 你们白氏集团若是发现 已经有问题了 算我会再招标 好 您放心 你有消息 我就立马就已回报 我 你说小姐 倒是怎么了 嗯 你 是你这个混蛋 你给我做什么 什么也没做呀 是昨天晚上你被人下药了 我把你救回来你忘了吗 怎么办 那你帮我送去酒店 干嘛不走啊 明明是你拉着我 你说什么 你为什么 有人丢大 白小姐 现在你该相信我说的话 你二叔是有问题了 也有可能 这就是那个杨波的阴谋 我二叔跟我一样被蒙在鼓里 他俩根本就是一伙的 上次宴会就是 他们做了合成视频 准备陷害你 被我发现了 但没想到 被我弄巧成拙 害你丢了点担 对不起啊 之前 错过了 白小姐 这个白海国 老奸巨黄 那个杨波又全是套天的 你还是让我回来白家 帮你干活吧 这样一后有个照应 你对我已经忍之一惊 我得看婚妻 不能再把你拉下来 好啊 在这等着我呢 贝金心思编正常一个故事 就是为了搬回白家 好啊 在这等着我呢 贝金心思编正常一个故事 就是为了搬回白家 没有 你是狗屁高药吗 不要赖在我们白家里走 就这么下贱 喜欢给人当男包吗我 这是狗药率都变 我们以后白家的事 我不管了 晨 cancel 来 想问你 即使多imme 请问我们 跟我走另有引擎 大哥他就是我老婆 你有錢 大哥他就是我老婆 你有錢你他要 你老公欠了我們一千萬 趕緊拿出來不然 我們推了你家 老公你又賭錢 臭娘妹跟你笑話呢他媽的少廢話 我和張總已經離婚了 一千萬五十一分不會再賺 他要是還不上 你們就拿到他的腿去底站 臭娘妹你心裡挺狠的 見死不救啊 你們兩個 少在這給我演戲 我不管你們兩個是不是離婚了 今天這個錢 老子必須拿到 大哥 他手裡有那個順之用過的那個金屑 價值一千萬 你還要不要臉 那是憋憋的東西 憑什麼拿來給你抵折 臭娘 我勸你不要敬酒不是吃飯酒 就是 趕緊拿出來 不行就打電話叫你致力回來 我告訴你呢 你們要再不走 我可就報警 報警 老子怎麼剛出來我怕你 你自己去看 你去看 你去看 我給你兩個學生 一 一千萬一分不少的給我拿出來 彼岸 我讓你出不出幹嘛 誰欠一錢 你找誰要 我們有錢 他在那胡說八道呢 我們搬家開了集團 怎麼可能沒有一千萬呢 那個楊家大少 這就是他侄女 肯定給了他不少好處 他這是敬酒不是吃八酒 你不能好 你 把錢拿出來 你錢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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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行 好 大哥 別別別弄出人命呀 把嘴給我閉上 不然敢著跟你老哥一起走 各位 你錢嘛 你還是不幹 dec 小陽還挺 narrow 要不是你是個按擎手組 老子說我好願意讓你�參識的體戰嗎 大哥 他結婚以後 他對沒怎麼讓我碰過他 你拿去 怎么还起手不容的东西 老师现在跟你有点事 我在跟你家里过 你是给我一千万 是我的人的 你是给我一千万 是我的人的 大哥 他要是做了你的女人 我那债是不是就不用还了 我发现你他妈真不是个东西 难怪你老婆要跟你离婚呢 怎么样 考虑好了吗 你离婚了不是 白猪 大哥看到你 是你几分了 我拼了 你都能跟他那臭膀胀搞到一块 在那装什么蠢 什么这么快 要留住了 你想干什么 你竟然不肯跟我 那就伺候好我兄弟 我也让你感受一下 几倍 你谁啊 把嘴给我闭上 你个臭膀胀 不是吃上白冰冰的软饭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哦我真可憐 你是两边通吃 白冰冰和自己共 我还是活着家这样的蓝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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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真是鼓势 还是恐怕 你可以 我就放这些蓝薄吗 那还什么保镖啊呀哈哈哈哈 臭狗 赶紧跪下来给大哥道歉 这是成什么优秀啊 薛精英又美呢 这是死守名臣 我告诉你们 张松公司欠了谁一天 他踩他马子踩钱 他是天经地义 少说他自己有钱 他还在那里帮别的女 你不找他要啊 这狗帮我在这胡说八道 我真是一分钱都没有呀 我跟我这媳妇离了婚 他让我精神出户 还在家养了小白鸟 罢人的钱不给我呀 你跟派姐给我离婚了 你还找到要钱 你还是不是男人 大哥 肯定啊 都是让这个小白鸟把钱罢去了 他就不想给我 你给他你不给 行我也不信你 我怕你怎么办呢 你还找到要死 走 走你为什么是我 要跑 大哥 这狗都还到这次了 大哥 这狗都还到这次了 喂 喂 我们走 喂 女婚 她出事了 老公你别急 慢慢说 抓 抓他好像死了 什么 让你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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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死了 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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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还愿意耍营救我 没想到 这辈子对我最好的男人 竟然是个男保姆 住后 你可现在不能有事 为了保护你我才干净 没想到反而害了 哪位是别人家主 我是 准备好事 医生 这就你救你了 让你救火 多少钱都行 她的我真的有护刀 话头才是有救命 除非 除非什么 医生你说话呀 除非临神寺的天圣大人出手 那我们怎么才能找到他 天圣大人神出鬼没 我也只是听我师父提起过 他能勿扰其子的任务 但是数十载年间 我从未见到我们 我们放弃 那怎么好事 对不起周浩 虽然三年前是我救了 那你最后 还是为了我们白家遇害 都怪我不好 你要不是当年我心里活动 下个人 我也不会 你活着的时候 没得让你好好享受 你放心 我们白家 一定让你走得风风光光 天圣大人 黑海店纵恶多端已久 林神寺重殿重天令 一个月内 露灭黑海店 是 啊 你是何人 我是林神思的人 也是黑海賤的 林神思果然出了衛箭 你好大的膽子 先生大人你省省力氣吧 撞了我們黑海賤蛇毒的人 無論他多厲害 他都會喝一個血 受死 你現在 你這就是一個天下球 以後世界的回頭 黑海賤來調 啊啊 你只沒找 你也該算算 還糟了你沒死 就這樣 這這什麼情況 他這五三六股都已經碎裂 怎麼可能氣色為生啊 這這這怎麼回事啊 怎麼樣醫生 是不是還不行 他不但完全恢復了 而且這脈搏強勁有力 我從一數十載 他真是头一次见这种情况 哎我问你 是不是有人见过这个病毒 这起死回生同胀血 那只有天圣大人能做到 你是不是见到他了 天圣大人 中浩 真的是他做的你 我能没见过的就是我自己 不过如今黑海店的内间还未长大 我的功力也没有恢复 不能暴露身份 中浩 坏了 他不会这脑子又出问题了吧 这个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睡了一觉 请来就这样 你小子运气不错呀 既然康复了 那就办出院手去吧 谢谢 如今我记忆已经恢复 拥有的能力也会相继恢复 世间再无难保护正好 以后我只是天圣大人 放开油眼 他没事真是太好了 你可千万别落下什么病根 冰江待的这几年也不算一无所获 至少 这两个女人是真心蛋白 真是奇了怪了 受了这么重的伤 虽然连到伤疤都没有留下 可能 是我比较幸运的 出院以后来我 我的意思是 你在冰江无依无靠 对我白家也算有恩 于心于礼 我都应该看着他 我是想着 周化是为了我才受了伤 所以想着想要照顾 林蛇怎么样了 这次天圣大人的气息比之前都要强 除了毒性术 他其他能力也应该相继觉醒 天圣大人不愧是林神寺创办以来的最强者 林蛇 天圣大人现在在 冰江医院 电证听令 即可突发 攻击天圣大人 哎呃 关系 关小姐 其实我已经好了 你们 不用这 三斤动过来感觉 就是 周浩 能讲过一场面就是你运气好 必须得好好保养 女人的过分关心 真是让人贴不消啊 周太爷的肚腾长 别扔几手 总装的关混蛋 才能治活 关小姐 无论这关混蛋有多贵 请您尽快出手 只是 这关混蛋 在世上尽存三颗 所以 非常的珍贵啊 心脏固血不足引发的头痛 只需再反馈学失真几颗 无论这个关混蛋有多贵 他请您尽快救手 这关混蛋 有一千万一颗呀 没问题 一千万即刻达到 你找上 还请您尽快救手 又险 既然如此 慢着 是 是 你是何人 居然在此 胡说 他若不是骗子 那老太爷这么简单的病情 他为何开口要一千万 简单 小小师妹 小的口出狂言 周浩 你什么时候肚治病了 哦 我想起来了 你就是那个 白氏集团的总裁是吧 啊是 之前有幸运和赵总监 这位是白家的私人医生 不 我是白家的保姆 不 我是白家的保姆 白家的保姆 一个男保姆 我让这病情神医 知识点点 赵公子 我在治病的时候 不喜欢 这种才无存在 白小姐 还请你 管好你家的保姆 不要让他乱说话 正好 别动手 白神医 还请您 尽快救助我们不行 我除了给您一千万的 买药钱 我再给您两百万的 看准费 这种很厉害的 你还想死 既然赵公子如此也诚意 黄铺蛋 老爷子 董祥 这个黄铺蛋 是在尊口花两块钱买来的吧 你这个废物 在说什么 看着确实有点脸 赵公子 我汉某人在面前 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 我如此羞辱 这种病 我不知道 哎 还真一 你别生气 白小姐 这里不欢迎你 我请你 还有你家的狗 给你出去 不好意思赵总 之后 之后他并无恶意 白小姐 拴护你的狗 你别让他乱咬人 你别和这个窝脑肺一般见识 而且你尽快 怕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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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 这个药 会让老爷子气血逆流病气加重 混账 你敢诅咒我吧 说说吧 死吧 母 充人不逊 哼 想给你扣三个头 得饶你一命 你现在给我跪下 磕十个头才叫我一声爷爷 然后带着你的东西滚蛋 否则 老爷子要是有任何好的 你十条命都不够赔的 这个药真的会让你父亲病情加重 赵总子 您可信这个男保姆 都不信我 神医 我不知这个意思 这个病 我不知了 省得有些人在这里嚼舌根 为了我名声 男神医 你留步 你留步 你要是不救世 这整个濱江城 我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来救助我父亲了 哼 若是自然 濱江 第一圣城的名号 不是 多有些名 我愿意在支付你两倍的仇金 请你尽快救助我父亲 仇金 他必须给我下跪道歉 不责 可必 我不会治 区区心脏上的小病者 我能治 是 男保姆 你也敢再立大放学次 你又是能治 我跪下 给你当图记 好啊 你别扣回 你别再说大 这 不是病江三的家族人 坐这回报 来小姐 这区区小病人我真不知 我只需要 给他抓一整就好了 你这死保姆 真敢吹 这世间 只有鬼脉十三针 可以医治 老人家的病 正是拿着绣花针 脱补衣服 以为自己是神医了 算你有点见识 还知道鬼脉十三针 刚进市场 凌晨司 大量会 胆子大到 连这个 也敢碰瓷吧 没错 我正是要用鬼脉十三针来救 就是他 哈哈哈哈 你要是会鬼脉十针 哼 那我就是天生大人了 哎 你也可以碰我爸 不想给你父亲收拾 就让我十针刀组 再倒下去 神仙来了也救火 不敢找死的尸 你 赵公子 你就看在 我们之前合作过的份上 饶着他吧 一个三流家族也别和我赵公子 我告诉你 今天这个死保姆 不给潘欣跪下道歉呢 别说是他的小子 就连你 他 也想安然出去 就你这个不便 给白不明是非 赵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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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子 等我 我去那里 我还没有和南风联系上 你帮不上她什么吗 不如就服个软 换她一份安心吧 赵公子 刚才是在下唐突了 我问你月亮 好了 你别废话 韩神医如果愿意出手的话 我自然没工夫取你的性命 就像韩神医道不歉 你才不是挺能放开话的吗 我以为多硬气 还被他乖乖的给爷爷跪下 韩神医你个男保姆人也没有什么出息 还请你尽管出手就这么自己吧 爸 爸你这怎么了 韩神医我爸这怎么了 我刚才都说过 这一条款 会让老爷子期许逆聊你非不信 神仙来了也救不了 难道他真的懂音术 什么逼将体验渗手 你把我爸治成这样 我要让你吓走 起码 王温子本身可以救老爷子命 是他耽误了最佳时间 你该让他来陪老爷子的命 做一个医生 正好病人 反而甩过给别人 说出去别还被人笑 韩小姐 你是为了包袱姐跟男保姆 和赵家来做对吗 一人做事一人的 自己没本事救老太爷 想着这祸水都饮 你给我闭嘴 今天我把手是这 一个动胆牌子 文兵 跟赵家乡来说一半 咱们今天可以交代在这儿 大姐 你别怕 找孟兵 还不救 你说真的 你赶紧去救 要不是连你东北先生 你如何我们要如此紧张 不 来小姐 那个男保姆 今天不是 飞行会鬼脉十三针吗 现在成哑巴了 鬼脉十三针 确实可以造血肉一排骨 哪怕 赵老爷子已经被你医的 无可救药 赵你还能救 真的 你的皮 就是后啊 又想干嘛 又想干嘛 赵老爷子 您就死马刀和马爷 让你找我试试 好 你要是能制服我爸 就算是一例 我也要照顾我 但是我爸也有什么事情 你 把这两个脑袋 一个都别想跑 来人 把这里给我围起来 一个苍蝇 都别想出去 你 我 我 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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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如何 不准备不准备算了 感觉怎么样 不准备成的 我这身上 你的感觉 事情我也知道 啊轻松啊 好 这就是什么人呀 你体内的雨雪 已经被我拼命了 休养几天 你是这样 本来是我 永远无故 老加的名 你若找些你听我的话 老公子 這個身體的 剛才是我的臉書也不重 會有頭髮 白熊 天 我得罪了聖音 想先讓我父親送了命 東龍哥 是我的媽媽 受罪了 我抓到了 我也不醉了 竟然該死 去死了 公公的公公的 饒命啊 好險 還好周浩真的有些凡事 要不然 被拖走了就是我 周生爺 如果你不嫌棄的話 我剛才給韓熊 那王八蛋一千萬 我接手打到你的陣子上 另外 我再給你一千萬 當作賠罪 你那可好 你也算 有一片孝心 至於仇老的話 我就不要了 金錢現在對我來說 也沒什麼用 你覺不覺得周浩現在變了 他現在舉手偷走 都不像他媽媽 會不會是 是神田恢復 聖爺 您真是在線滑圖 一者盛心啊 可是你這什麼東西都不說的話 我這心裡 確實過裡不去 既然如此 你以後多給 白石集團一些訂單吧 就到這保安了 正好 定當見記 小谷 今天你也受驚了 還是讓周浩去我家休息 我一個離了婚的女人 怎麼能和冰冰相提冰亂呢 白姐 你放心 以後 不管什麼時候 只要你需要我 我都會幫助你 看來周浩的心理終究是和小谷更近 也難怪 我之前為了保護他 將他趕出白家 他可能 還懷分在心吧 還有你 以後 我不會再讓楊博和白雅鍋 生你一分以後 想不到有一天 我的毒心術竟然是用來哄女人用的 今日內 全家醫院的所有住院名單都要 透露病人隱私 不可 零神私就是 零神私 參見大人 這麼說 今日那個病人 當真是天神大人 親自說 你說什麼 也難怪了 能夠起死回生 這個世上 也只有天神大人 是說原本要死的病卻好端端的活著 真是 他是誰 他的家屬似乎是 白家小姐 又是白家 零蛇去給我查 只要是冰江白家的人 一個都別放 是 是 海滴饒命 海滴饒命 一群 一個個信誓旦旦告訴本王 天神已死 結果不但讓他哭了去 他絕首能力 海滴激怒 天盛雖然已經覺醒 但他的實力都還未恢復 零神私的人也還沒有找到他 你以為他要是被零神私的人找到 活著給本王回話嗎 根據現人的消息 天盛如今就在賓江白家 他必須趕在零神私找到他之前 把他出去 去 還有 讓那個人藏好必要時刻 怕是要幫他 屬下明白了 周浩 你能回來助我我很開心 但是有件事 我想提前跟你說 跟你二叔有關嗎 除了這樣的事 我也對他很失望 不過 畢竟這麼多年的感情 我沒辦法把他趕出家 可以理解 只要他對你不再有壞心思 我可以放過他 謝謝你正好 馬上就是我爺爺的八十大獸 到時候整個白家 會為他舉辦一場盛紮的獸宴 到時候 您跟我一起 好 到嘴的鴨子飛啊 我看你是回憶了 我看你是回憶了 趕緊去那個車伯伯 好是那個把你他死定了 大呀 你也怕我這樣 放手 原來我是一直幫你守著門的 誰知道我給你死 突然到訪百事集團 他還威脅我說 要讓我那時候他過去 如果我們過去 那時候他過去 沒有 我真實在沒辦法呀 寧神思 他們怎麼在兵家 聽南部大人說 他們是來找他老大的 不 天盛大人也在兵家 而且很可能就在我們集團呢 這可是攀附上寧神思的好機會 你現在就去找 找到後 第一時間告訴你 如果這件事要好 楊少 你放心 我已經不會讓你失望了 可惡 你是��나 是战釀的 你要論什麼 不是 這是战釀嗎 對吧 可惡 bert 你別待って 這是個滿多的 ibile 點 淁 黑 哈哈 許 你魚人 咳 去 快點 我 日本人 大家 買 我 genre pa 你 怎麼弄他玩的 這邊 你快把你臭保姆給我趕走 這邊 你看到了嗎 他居然敢打我 你個臭保姆 你吃了熊仙寶的膽啊 你敢咋走人 夠 妹妹啊 我知道你善良 我跟你說好 你千萬不敢 被這個吃軟飯的男人給騙了 說真的 他連楊少的一根手指頭都比不上 非要說 救火同楊少 你不交不進去 冰冰 你說這話什麼意思啊你 事已至此 二叔又何必裝作或知情 那杯酒 是你親自給我鼓手 啥 冰冰啊 我確實不知道楊少是那種人面收心的傢伙呀 他真的對你 做出那種事情 你倒是挺會水鍋啊 閉嘴 我們冰冰說話呢 有你差點字沒 二叔 這件事情我不會再追查 不管你知不知情 畢竟這麼多年的感情 我不會再追究 只是以後 你不要再做對不起敗家 和周浩的事情 周浩 他是個保姆呀 他憑什麼呀 他多次救了我和敗家 周浩以後也不用再做保姆的事情 你要是想住在敗家 就給他靠近 好 先讓你這個小賤人再得一兩千 到時候楊少也出手 你和那個廢物 一個都跑不了 既然你死不悔改 那也沒有留著必要 當務之急 還是要找到天聖大人 去跟南風大人求賞 南風 他來賓家了 看來這個老東西 還有利用價值 得先讓你 周浩呀 過兩天是老太爺的八十大壽 冰冰也說了 帶著你一起過去 讀書 這個老東西 怎麼突然態度一百八十多大壯了 他還有什麼詭計 怎麼了 就想著呢 你給我們一百獎 我的一切不曉了 想著帶著你過去 也見見識別 他能這麼好心 你到時候 在老太爺面前 記錄我派冰冰和這個廢物的奸騎 唯一不信 老太爺 還能把白石集團交給他 這個東西 果然這些意思 我自然會學 啊 那個白茉莉從小就嫉妒 喜歡跟你對著幹 現在又嫁了個好老婆 還不知道說話有多難聽 誰找不到 只不過冰冰 非要跟那個一無是數的廢物 去進去 耳叔 這時候就別物理了 白石集團危機 我手裡也沒有多餘的錢 能給爺爺買個像樣的一戶 莉莉 你放心 我一定會讓你成為這壽業上 最善養的心 朱浩 我不是那種愛慕虛榮的人 所以 你也沒有必要撒這種謊 來到我環境 莉莉 我說的是真的 朱浩你別說 誰惹冰冰聲這麼大的氣 誰惹冰冰聲這麼大的氣啊 就是倆都靠家裡邊 自己心裡有什麼好 每個下在哪兒 不配跟我們講的 爺爺 祝您福入東海 壽比南山 真是什麼阿貓阿狗 都能來參加壽業 而且別太過分 爺爺 是我不好 沒能讓家族盈利 但今天是您的壽辰 這樣不讓你們來 留著吧 爺爺 這個呀 是我花288萬 專門求高僧開光的失利 您過目 好啊好啊 沈兒 還真有孝心啊 爺爺 這次受驗給爺爺準備了什麼好東西啊 爺爺 這個是我去最靈驗的寺廟 為您求的佛珠 希望他能保佑您身體康健 就看著和地攤上十幾塊錢的破珠子 也沒什麼區別嘛 就是我陪冰冰金子去求 你才不是什麼地攤貨 合著你們倆串套好 地攤貨 這地攤貨你還送得出手 是啊 爺爺最幸福了 你拿這種十幾塊錢的破珠子 冒充開光光的佛珠 連惹惱了佛祖 就讓爺爺的工作 天天在外面給白家丟人 如今還敢褻賭佛祖 白家人 斷斷農不著這種人 對呀爺爺 乾脆直接把冰冰從家腹中除名吧 省得他再做出什麼腹中不孝的事情來 爺爺 就是借個冰冰雲魚票 給你們幹 一顆玻璃珠子 你也叫自己子 你是個什麼東西 白家的宴會 能輪到你心空寺嗎 他是誰 爸 他是冰冰的男朋友 周浩 既然你這個廟物自己送上門來 就别怪我大作文章 说话 兵将没听过这号人物啊 兵兵 你的这小男朋友在哪高救 兵兵 你的这小男朋友在哪高救啊 这后来之前是给兵兵做朋友的 二叔 兵兵 你也隐瞒不住呀 这宴会上都是自家人 是话是说吧 一个臭毛 无限我爷爷坐了舍利 八强 你这小小什么呀 这小子 诬陷我给爷爷送的舍利是假的 本来我还以为他是什么大人 没敢动手 没想到就是个臭毛 我打死他 是为民除害 你这种作业做活的才是垃圾 你才是垃圾 说你呢 这出口这样的东西 爷爷 你小小姐 天使诬陷 成为我送我贺礼 你给茉莉大打出手 这里 我欢迎你们这一家 八 我什么都没做呀 这事跟我没关系 我留下来陪你吧 好 你消消气 你原本下是个厉害 有些人啊 你皮还太厚 拿个玻璃球 云木混出 看这也给天意无缝 正好 你别说 玻璃的硬度不过是五到六 而舍利子硬可以达到八 你拿的是不是真的 我们一试便知 试试就试试 这不过是 如果要是真的 断你的腿 那如果你送的是假的 你不要跪下 冰冰道歉 老子送的绝对不可能是假的 不 算了 这个维承的相信你主要 这要是真实的 我还会 我以为 我有师父的老婆 这我们也说的是假的 糟了 这个臭保护要对爷爷鼓励 没有 好 不 结果已定 白程 这也是 这就是假的 怎么可能 早知道就不贪便宜买二手的 那个死兔驴居然敢骗我 事实已定 白程 是不是该向冰冰道歉 做梦 既然你不信什么 梦 我不介意 我可没说 刚才 周浩 算了吧 爷爷的寿烟 别弄这么难看 我看在冰冰的面子上 就放我了 你以后 最好夹着尾巴做人 老爷子 夜会来迟 还望原谅 明哲 立刻来了 快走 明哲 你怎么来这么晚 明哲可是金正集团的警理 有好多事情要忙 要懂点事儿 哎 老爷子 这些事儿啊 哪能比上您的寿烟重要 这你可说到我心坎里了 哎 我们白家的后辈 要是都能向茉莉 找向明哲这样的好孙女婿 哎呦 我这辈子上去没白活哦 哇 哎�� 本来冰冰呢 是有机会驾驭 杨家兽 杨哥 结果呢 咬 冰冰就看上这个一无是处的男王 无闹 屁事啊 老爷子 食肖器这种后背 气氛在身体 不值得呀 就是 夏明哲这种人中龙后 全冰江啊也没几个 就算冰冰有些想找 也没机会 老爷子 本来我这边啊 都已经劝好孙董 让他们参加人的寿宴了 孙董 难道就是冰江首富 军天正确 是 但是孙董说 这寿宴上 有他不想碰到他跪起来 所以就不来了 是谁啊 是谁 害得春宗富 不能来参加 寿宴 非得把他赶出白家 是谁 害得春宗富 不能来参加 寿宴 非得把他赶出白家 就是 二皇那家子 哎呀 这说出来丢人 我们还是不说算了 说 在我们天正集团的竞标会上 白小姐在宣讲的时候 无意间放出了几张 她说出的惩悵 那我们白家 岂不是在冰江丢弃了脸 估计 现在其他城市的上流家族 应该都知道自己是 白海国 白冰冰 你好得很 唐寺的那几张 蜡眼睛的照片已经是各大世家 爬鱼饭后 谈资了 白海国 白冰冰 今天开始 哎呀 出名了 爸 我是冤枉的呀 我没你这个丢人现眼的儿子 爸呀 那张照片 就是这个周浩 故意在照片会上放出去的呀 他目的就是 为了把您的儿子 从白石集团赶出去呀 周浩 爸 我们被人算起了 你敢发誓 那张照片 不是你不放出去的吗 我敢做敢做 就是我发的 爸 您听听了没 他承认了 那张照片 就是他放出去的 那天呀 让我们白讲 丢进眼了呀 白冰冰 鲜养是你做的 照片周浩放的 你们还有什么要狡辩的 你 我是被诬陷的 十二叔 他活动的与杨锅 不想让我顺利拿到投资 拯救白石集团 白冰冰 你居然为了保护这个特王国 我们叔的情分 既然如此 我也不帮你做隐瞒了 爸 他不仅仅是拒绝的杨锅这么简单 他还伙同这个死亡猛 大 完了 他不会放过我们白家 什么 您好大的本事 今天 就把你和白家听名 你跟老婆 与白家再无瓜葛 你自己得罪的人 说要牵扯我白家 爸 您放心 从即刻起 我就跟白冰冰 断绝关系 老死不相往来 老叔 你还真是支持我 你们做了大不定之事 很像梁立的我一起被酬名吗 少了两个祸害 我们白家一定争争欲善 是啊 王爷子 今日之事啊 我会如实的告诉孙董 他呀 也一定会愿意再和咱们白家交往的 这两个脏东西 还在这愣着干嘛 都被除名了 这兽宴 这兽宴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来人 把白冰冰 白猪 还有这个保护 干 宴会 等等 等等 你死保护还要干嘛 孙叔叔的事 确实是因为我的失误 得罪 但是 稍后 濱江三大世家的赵家和王家 快就不去了 好大的口气呀 赵家 王家 就凭你 你那臭保护 是 又给你 小猪 对 你说 你还不止 是 你还不止 你还不止 就 这 有什么 那 有什么 有什么 我 有什么 其实 少 你 嫁給楊少 怎麼會成為喪家犬呢 你敢不白嫁 雷雷 小姐我 我一定會讓你成為 這世界上最少人情 媽呢 來吧這兩個廢物打出去 老爺 照家和王家照 小爺 照家和王家照 雷雷 該說像那人拼承諾什麼 趙王兩家怎麼來了 都是要成為 雷雷哥 是你讓王家和照家 來參加我社會院的嗎 是 明哲 這個 孫總雖然沒有請來 但是我請來了這個 照家和王家 這年輕生孩子 真是個笑容孩子 明哲 趕緊去過營營兩家 哎 好 周先生 你好你好 是天正計劃的 周先生 你好 周先生 我沒有看錯吧 他們居然跟那個臭保姆陌生 是真的 來了太陽 我們代表了趙家 給您祝壽 祝您 不如東海 少兵南山 眼味是受明蛇之誇 來給老夫 祝壽 裴的名長 我們是代表白兵麗小姐 祝您祝壽的 我們王家也 白兵麗 真是否則 剛剛掃電鋪門的孫女 請來了 跟一家三大家 再跟後退一家兩家 掃電鋪門 把白小姐趕出了白家 只笑笑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這瘦 不住也罷了 不住就不住 我明哲請來了孫首富 有你們兩家後悔了 你就是曾明哲是吧 我告訴你 今天就是孫天正在這 也在給我們趙王兩家 三分博面 更何況 你還只是 小狗 您得可是天正集團的經理 怎麼敢這樣跟他講話 閉嘴 你們白家的事 我們不管啊 那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我們和白小姐 王家也是 畢畢 畢畢 爺爺錯了 畢畢 難道你讓爺爺跪下求你 才可以原諒爺爺嗎 我原諒你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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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冰 我知道冰冰 就是最孝順的孩子 冰冰 你這皮脂也太好了 這麼快就原諒了 之前 誰對我們白小姐不拚揍 難得請做人道歉 不然的話 責退白小姐 我們王家 我們王家 月亮 剛才確實是我有臉不識泰山 對不起啊 你剛才說話的氣勢 中午沒吃飯嗎 大聲便 對不起 請你原諒我 你呢 我也是道歉 趙公子 你看 他們都道歉 你還滿意嗎 只要周神一和白冰冰小姐的名義 周神一 周神一 你說這個周神一 不會是周浩吧 怎麼 不像嗎 他就是個男寶母 怎麼可能是神一呢 來 公公你是我爸救命人 豈如你這樣子的一塊 周浩 一眼就看出 成兒送的我的舍利 是假的 果然 不是持中物啊 周先生 可是健保大家 區區一個舍利 那不是現實憲害 健保大家 他一個男寶母 怎麼可能會健保呢 你再對周先生出言不行 小心你的聲音 一個臭老母 不就是狗杖人 是居然爬到我頭上了 等你沒了成腰的人 看我怎麼收拾 爺爺 天鎮集團的事情 你不勝出好的氣了 我想明白了 這事啊 不是 白海骨的真錯 我可不能背著黑鍋呀 我冤枉人 冤枉個屁 從現在開始 我不想見到你 我滾 爸 沒了 我拖出去 白老太爺 你這隨便找個背鍋俠 就想把這件事掀過去 那 你的意思 實際上老夫 怎麼樣辦呢 我要你把白氏集團 獨立出來 交給冰冰 以後不管是盈利也好 虧損也罷 都與你白家 再不關系 呦 白老爺子 怎麼 連一個集團都不捨得給 好 今後白氏集團 就是冰冰一個人的了 其他任何人不准干涉 白冰的決定 可惜啊 我像他這麼大的時候 沒有這麼好運氣 冰冰啊 嗯 你一會先回家 我還有點事需要處理一下 我等你一起 聽話 先回家 出來吧 別藏了 先起來吧 這裡不是說話的地方 天上大人 這三年來 我們一直在找 只是古瑜完全感受不到您的氣息 這三年來 您到底經歷了什麼 太多了 七十萬塊 夠不清楚 畢竟千辛萬古 總算找到您 我即刻派人回到林神司 將這一好消息 告訴全部交證 報告 殿下 我的實力還沒有完全恢復 而且 當日黑海店的內間 至今還沒有找到 我必須以周浩的身份 繼續隱匿下去 這三年來 您受委屈了 趙姐 有些賬 我都算清楚 對了 你們是怎麼找到我的 之前天璣珠顯示您在冰江 我便率領店中趕來 之後還詢問了 白海國和冰江醫院的醫生 最後才將目標鎖定在您身上 白海國 一個鄉小之輩 難道大人 您認識 還是個老熟人呢 提起這個老傢伙 我就上 要不是他在天正集團 說播放視頻的是他家保姆 我早就找到您了 他倒是也沒說錯 什麼 您真的 住家罪罪萬死 居然讓您受如此居辱 無妨 這段經歷也不算一無所謂 白海國知道我在找您的事情 是否要 不 我倒是很期待 苟集了 是不是真的回事 誰知道 一眼 小小的幫 我看你啊 留在世上也是老 放心 誰知道那個臭幫我找來了照顧 很忙一下 現在 我被老爺死 他被趕出外景了 我不過就是在宴會上見過他們幾年 周浩怎麼很好 他們覺得 也許周浩只不過是個表面說詞 誰知道的白鸣那個臭語 是不是私底下 他给那两家狗还送爆啊 对啊 那天和赵晓鸥鸥俩来的时候 就说是替白便便注射他 够飘死 在我面前装情愣 背后 剩了别人的床 我不知道 现在老爷子我白氏集团 全身给了白便便 你们不知道他有多少得意我钱 一个小小的白氏弟 我杨家他看见 既然他正要看中这个 那我也 帮你 痛迷生死 现在 你的首要人 是找到天圣的 你要知道一件事 如果 一个丧家之犬失去了利用价值 那他也更多 知道该怎么做 杨主皇亲 一定 老板 什么 怎么会忽然之间所有订单都取笑了 我打探到消息 是杨家下次认识 跟杨家少爷说 只要和我们白氏集团 我做的话 就是跟他们杨家作对 又是这个样子 我还没找他算证 他倒是找上来 白氏集团 现在所有的开销和盈利 都有您直接负责 这样下去 集团 爬树飞 杨博 你到底想怎么样 看样子 你已经知道什么情况了 上次的事情我没跟你计较 你还抓着白氏集团不放干什么 我捏住你的眼泪 又怎么能让你心甘情愿上我的床 真无耻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 今晚要不然你就眼睁睁看着集团波长 要不然就来利好酒店找我 啊对了记得出来死瓦来 你还 妈 老子都被赶出集团了 才让我去找天生爸 杨博 我要是找不到 还要不敢放 还要不敢放 你没有看照片呢 好一个 天上大人从不在外人也想想想想想 你们白氏集团如果是发现已经有困难了 想不到 就是呀 这没人知道天生大人还长什么样呀 我随便找个人 戴上面罩 不就没人认出来了吗 哈哈哈哈 好 就这么办 参见天生大人 参见天生大人 本尊这日在冰箱 一生 只要被你们发现了 就一定要帮我 杀手 遵命 遵命 天生大人 不知道 我能不能向您 提一个小小的请求 说来听听 听闻 冰江首付孙天正 是您一口题吧 不知道 您能不能在他面前 替我美言几句 以后呢 天正集团 都都照顾一下我们杨家的生意 都都照顾一下我们杨家的生意 哈哈哈 哦天正大人 今天累了 你的请求呢 我到时候 会帮助你的 啊 啊 本尊今日有些批函 这些事情 以后再收拾 恭送天正大人 啊 恭送天正大人 你看看你这围围朦朵的样子 哎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装啊 我可告诉你啊 现在杨少已经知道事情了 你要是装不下去 咱们俩都得死了 哎 不是白总 哎 不是 那种救救 我不想撒白总 混蛋 天正大人会人杀贵吗 这 以后 少说话 让我的眼色消失 知道 如果他们问起我 天正大人的事情 我跟你说呀 你傻不傻 他们要问你都知道的事情 你可以这样说 稳住的意思 还需要向你们交代吗 嗯 你拿这种七十家团呢 啊 哎知道了知道了 不要回味弄多了 有七十家知道了 嗯 这样还真是 天上大人 你有什么交代 孙天正撤销了之前 对白石集团的两亿投资 我只被要害了 这个老东西还真是越活越苦 明天我就去正天集团 给他下命 没有 我亲自去 您是要暴露身份吗 不到万不得已 没必要争 你去盯着白海锅 我总担心 这个老家 不会这么善罚开心 是 说 封大人 我找到天正大人了 什么 明日天正集团 等后年讲到 你倒是有本事的很吗 明天我一定等事 不知天正大人 他家光临 有失远迎 还望 恕罪 我好 天正大人 你我一别 数十赞 老朽 你是垂木之年了 不过您看起来 依然年轻时 行了 大人是找你办事的 不是来续救 这位是 我是白家人 您机缘巧合 解释了大人 现在替大人做事 原来是天正大人 人的手下 冒犯了很 不知天圣大人 亲自来天正集团 找老朽 有何急事 顿头 这次大人来呢 主要是想让你们天正集团 多多的与杨甲合作 既然是天圣大人命令 老朽 不敢不知 不敢不知 冬冰长 这 哎 特别这个 排在二王 不是 主招的人 嗯 冬冰长 这位是天圣大人的手下 岂敢你冒犯 天圣大人 你明神似的老汉 老汉 不不不 天圣大人是通知你们做事的 不要闹给大家 冬冰长 你马上把下个剧组的所有订单 都派给杨甲 杨甲 怎么 天圣大人的旨意 你们要违抗吗 不 天圣大人 你找到了天圣大人 南方大人 这位就是天圣大人和他的下属 白先生 白先生 即日不见 你倒是成了天圣大人的下属 本座的事情 需要你来干 本座的事情 需要你来干 独家故事 我与南方大人故事 自然会竭尽全力的 听从天圣大人的你 白先生真是聪明人 可别聪明过来的 又大家都在 你个死伯母 这天圣集团是你来的地方吗 他是 他呀 就是个男伯母 我们天圣集团最近不照保险 你可以出去了 我来呢 是希望孙天正先生 重新为白石集团投资了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 啊 让我们孙姆没投资两个眼 把你滚啊 再不滚 打到你的腿 天圣大人在此 也轮不到你这个死伯母 这点大风就死了 天圣大人 我倒是听闻 天圣大人最不看重阶级 经常帮父母弱石 天圣大人也是你这个 臭伯母配提的 灵神寺何时轮到你这种的说话 哎 哎 我从心很敢 孙 你把他为父使 天圣大人何时信天了这个职位 灵神寺之前可从没有父使这么一说 对 这个事情是很难看的吗 属下不敢 天圣大人在冰江的日子有了新的单位 我们做下属的只需听从命运 天圣大人 属下还有仪式相对 你说 属下近日来手臂救生腹发 还请您十一针 鬼脉十三针 属下近日来手臂救生腹发 还请您十一针 鬼脉十三针 老朽曾在数年前见过一次 鬼脉十三针的绝妙之情 今日有幸可以再见一次了 天圣大人自然会体恤下来 只是今天没有带银针 作为见谅 为带银针 天圣大人的银针既能叫人引得杀人 一直都是随身接待 这儿轮得上你这臭保姆说话 啊 咪 周浩 你一个臭保姆不知道自己取离几两个人 你以为王甲和赵甲之后还会帮你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已经被白甲赶出来了 一个连姓氏都没有的人有什么资格说 我现在是天圣大人的首相 别说你个臭保姆了 就是整白甲 我也不会放在眼里 来海国呀白国 我劝你别入戏太深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今天我正巧带了银针 请天圣大人为下属的 施针搭救你 这还真是可笑的 一个男保姆不带针线活带洗银针来 来请天圣大人 对属下施针 本尊不改身体不适 带本尊休息平衡 稍后 我让你施针 天圣大人自从结识白先生后 但性情似乎不够 男保姆大人 这也许您和天圣大人最近有见面了 你这男保姆还死了 你那是干嘛呀 他们都滚啊 知道 白家日子对今天不好 但是我已经听从天圣大人的命令 把未来三归的订单都给他揉一下 一回去啊 跟白冰冰复命吧 天圣大人的命令可真有意思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打扰你 你滚吧 啊 这一会儿啊 还得叫我 谁滚 咱再猖一下 这男保姆该回地 混一下 再回去等到露香 我说小妹跟我 我 我直接没用 你给我借 你也跟我走一阵子 哎 天圣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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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尊天圣就不跟你记家了 你老四人之后 天圣大人这么着急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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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以为你要尿断 你说我八道 本尊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 装腔过世 学的还挺有名啊 要不 不过 难道咱可没有告诉你 从来不喜自称本尊吗 嗯 你有成祸 你是不是想跑 我可告诉你 现在咱们俩是一条书首的马上 今天也空了不过去 你想一想 你以后 还会有好日子吗 我说了 一会儿呢 按我说的来就行 这个朕 一枪武装 你又是你 这也不行 人家就知道你是假的 对了 本尊知道了 对对对 保持这个状态 这比之前的笑多了 本尊本王国 本尊本来就是平王国 本尊 穿出彩点 别撞了 今天的任务呢 只完成了一棒 不然让杨波 拿到了订单之外了 接下来 要让孙天正 上那个白石地方 给你白冰冰 永败真知 什么意思 叫白冰冰永败真知 你别把什么意思 按照我说的多久想 这种仇 我答应你一天 你欢迎我 冒盆我居然还敢回来 一来 担心 这请大人 请大人 请大人 请总签一致 非常大人 不使用别人弃曲 您的商呢 再回到0神思之后呢 他定会帮你一致 我长 本尊 用资金总签一致 大人 不使用别人气聚 您的商量 再回到0神思之后呢 他定会帮你一致 怎麼是天聖大人 這鬼脈十三針 時隔多年看起來依然讓老熊 精甘不易啊 這小子還有記者呢 你來說 你會不會再付房 樂器大人 天聖大人 您是不是還有什麼事要交代 等著要說什麼交代什麼 一定要和平靜 剛剛想了一下 天聖集團以後 和楊佳的合作到此為遲 您的意思是 把剛剛簽訂的訂單全部取消 不不不 天聖大人不是這個意思 放死 大人說話請了領刀女叉子 不錯 全部取消 並且以後布澤和楊氏集團 有任何的來往 都沒找 一切聽從天聖大人的安排 我會算嗎 算了算了算封不少 行 走 你他媽瘋了 誰他媽讓你私人亂來開場的啊 錢也不要了是吧 你他媽自己穿個披風 戴個面具 真以為自己是天聖大人 我不是 難道你找不利 那就是嗎 你 你 你怎麼在這 是真的 啊是真的 我做了我做了 你饒我一次吧 我做了我做了 你饒我一次吧 你饒我 什麼 你認識白冰冰 什麼 你認識白冰冰 周浩,你个蠢祸居然敢冒出天正大人 你不小狗了你 之前撤我失忆的时候 对我本番领受,我们留意到今日 对大老老死 真的是 陈生大人 不是 浩哥 不不不 天正大人 就是要我这一次吗 我操了 我操了 见过我真正面容的 胡聊 是 仓上大人 事情和途偏证交代清楚 您放心 从今后凡事集团一定顺分数手 把他处理感情 苏下明白 那不是那個臭泡沫啊 怎麼沒有殘廢 還和天正集團還少了關係 想什麼 想什麼 還和天正集團還少了關係 想什麼 想什麼 我還沒練到 在看我 那一個小巧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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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 mg 吞吞吞吞吞 你老婆你可要男跑嗎都不要你 你一天後來跟狗有什麼趣味 我也做了一大公的狗 你做狗就也做狗的樣子 哦 我受警委屈 你们却过得顺风适时 不会放过一次的 喂 给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立豪酒店360 失去的话 抓紧时间过来 除了解除白氏集团的危机外 我还有一个条件 说说看 你别再找周浩的麻烦 姐 这个时候 还想着周浩 好 我答应你 但是我在一个小时之夜 在酒店的房间看见好 我答应你 帐篷 一个人渣还有俩打电话来 老爸当日之事啊 我也是破鼻不耐呀 我警告你少来这一趟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也不想打扰你啊 可是我们的离婚协议 出了点问题 什么离婚协议不是半年前就心里好吗 电话里说不清 反正这个协议也不好改 我们的离婚啊 会被判断无效的 不是怎么会这样 我呢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天台上 见面了才说喂 喂 我就不信 这次你还能把我调 杨波 我已经按照约定过了 你应该撤销对我们白石集团记令 急什么 当然你的事跑不掉了 你先喝一杯杨波同样的招数 你还要用第二次 我喝下去吗 我喝下去吗 杨波你放了 臭妙子 我就不信你在来之前没有想 我会发生什么事 在这儿跟我装什么真心 我以为你好歹还有点人性 没想到你根本就是个畜生 没想到你根本就是个畜生 那我让你看 什么才是神正的出现 你以为你躲起来 就没睡了呢 那我抓到你 再把你的嘴 你怎么跑 哈哈哈 想给你那个臭包母岛电话 你 刚才才救你 啊 对不起 您才打的电话呢 大人怎么了 我感觉 并明好像出事 大人您这样贸然用能力 会极大损耗您的修为 大人 想不 死 小女人 我说了一关鞋有问题 你还真信是吗 啊 赵发 你不得好死 哈哈哈 你搞清楚 只要我现在把你轻轻一推 就会转成一堆烂你 哈哈哈 你到底想怎么样 想怎么样 我被四处讨战 你终于你织女老 要是脸上 再多几道都很根换 你说周浩 还会选你这个老女人吗 啊 电话 即刻出发 我去立好酒店 是 喂 周浩 我我被绑架在白室集团顶了 喂 我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超过半个小时 或者要带别人来的话 你就等着 给白叔收拾吧 哈哈哈 你 把姐和冰冰冻出事了 天生大人 属下院协林神寺殿重 去救白小姐 只能这样了 我去白氏集团 你们去雷浩酒店 白氏小姐 早餐本来一天 姜哥你去 你别过来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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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去死 来他们是谁 来得到挺快啊 看来这个老女人对你挺重要啊 你会为你今日所作所谓分数代价 非 你个臭王母家会一道破命 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 赵峰我告诉你 今日之我早已不再是当时的我 少过在这胡说八道 你要是想救白猪 就从这给我跳下去 丢下没 我干什么 哎 告诉你 这是他自觉坟墓啊 不是不是 走 给你 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以后 我不会再让你出事了 凯蒂辛怒 我等找到天盛时 南风以邪灵深思众人保护天盛了 这些废位何用 做早已下发命令 居然还能让南风那死杰族先登 神殿的蛇窟 已经很久没人进去了 还那些毒蛇今天 可以饱餐一顿了 海地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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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地我还有一个好消息 说 天盛他背情所困 为了就一个普通女人耗费了一半的精力 现在正是虚弱的时候 看来是时候亮出底盘 你来了 三件 三年前的事情 你做得很好 现在有相同的证明 属下万死不辞 属下深得他的信任 他绝对信不到 他知意義 这个故事自信任 下属 他绝对信不到